小貝今天讚 讓你生活五道讚 大家好 我是逸玲 大家好 我是齊飛 三千煩惱師 你有白頭髮嗎 齊飛 為什麼要問我 當然要問你 當然 有白頭髮啦 憶憶姐 我想你應該 很多吧 我全部都把它染 對 我跟你講 白頭髮是不是讓你很困擾 好可怕 而且一有白頭髮就顯老 而且病腳一長出白白的 就知道你幾歲了 我真的不想 所以今天節目中要邀請這位 白頭髮的克星 讓我們歡迎嘉莉 各位客人 大家好 歡迎 一定要來的 對 因為我跟你講 我就是少年白 其實我剛剛說 我大概二十歲的時候 別人就猜我是不是三十歲 你知道那個有多傷自尊心嗎 所以其實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第一個就常常叫什麼 存錢 因為年輕沒有錢 會賺錢 對 我就是要省吃鹹 又就是為了要去髮廊 給人家做頭髮 是 做頭髮不是為了要漂亮做造型 是為了要逆頭髮 你從幾歲開始染 我從二十歲 所以就是要染 從一出社會開始 跟別人有開始交際開始 我就會覺得 因為以前年輕剛開始 還覺得好像沒什麼 可是到了你出社會上班 不管看到你都會覺得說 你怎麼這麼長老 看起來就覺得不是很爛頁 對 所以你印象就打折了 為什麼我們會白頭髮 對 我跟妳講 老年白就是最基本的 那像我就是遺傳白 我們爸爸 我們姊子 我們哥哥 通通都是白髮長長 有的人覺得他很有智慧 可是對於我們女生不行 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照顧 這張小的臉 這張小的頭髮 只是安慰自己而已 對 現在的人壓力過大 對 壓力過大 人家如果操還 一夜白髮就是壓力大 因為像我姐夫是做電子業的 冷頭白髮 一個月要染好多次 他不是遺傳白 因為他是用腦過度 所以很多男生 就是因為用腦過度 還有飲食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的人 飲食不均 你有時候可能沒有辦法 攝取出那麼多的營養成分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我頭髮好像容易掉 可是掉的都是白髮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沒有營養成分 他不吸收 那個頭髮基本上 已經沒有營養機制了 對 沒有錯 難怪中醫師說 如果說你比較體虛 容易冒白髮 所以你知道說 我最近女生那個 驚奇不是很順 血虛 頭髮就白了 其實這個就也是 就是因為你的營養色取不足 所以他基本上就有白髮產生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習慣 為什麼其實有很多人 洗完頭之後 就不會吹頭摸 對啊 那你想想看 你不去照顧他 就像你這樣 你臉 你可能每天都要洗臉 不洗臉會怎麼樣 會長痘痘粉刺 對 你洗完頭之後 你不把它吹乾 他頭髮基本上 他可能就會有很多的疾病產生 那你的毛囊不健康的同時 你的頭髮就很容易沒有養分 沒有養分就會產生白髮 對 沒有錯 對 然後還有 因為其實我從年輕就白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去研究 頭髮為什麼白 要怎麼樣才能夠攝取營養 讓我的頭髮是 烏黑亮麗的同時 又能夠有光澤度 所以我們要去面對的問題 就是大家要解決 像你從20歲開始怎樣 染髮 對 看一下 可是染髮 染頭髮有什麼問題 傷症 而且還會膀胱癌 你都不怕嗎 我跟你講 因為我那時候年輕 所以我體質還好 我最嚴重就是什麼 頭皮整個感染 所以我每次去染頭髮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說 你要加錢 為什麼 你要再加500 護頭皮的 然後還有旁邊 你這邊都要再擦一些營養劑 為什麼 因為你的皮膚 因為你頭髮沒有染好 那個臉皮跟頭皮同一張皮 是 所以如果你這邊感染了 它會一直延伸 所以為什麼我年輕的時候 就是染一染 頭皮不好 臉長痘痘 對 花了大錢 頭髮好了 可是臉又不好了 像以前我們不是都是這種 人家說什麼 A B 劑 第一劑 第二劑要滾 然後你就還要用 第一劑混在一起 要多少量 對 然後 還要早 你第一劑 第二劑沒有用 好 你腻出來的顏色 還亂七八糟 變小花貓 是 所以然後你還要刮刮的 還在刮刮刮 對 一刮刮刮的 還要刮刮刮 還要刮刮刮 對 整個頭髮都在這個上面 梳子上面 對 然後後面可能有出一種 就是說 你可能自己 要透過別人幫忙的 然後梳的 可是你在邊梳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用好的情況之下 你在梳的時候 很恐怖喔 那個梳子在梳的時候 一拿出來 那個頭髮一大戳喔 那時候是因為我還年輕喔 頭髮好會長 可是我現在已經不年輕了 頭髮根根珍貴 對啦 一掉髮就難過 可是你看我們要走 我們要上電視啊 我怎麼會戴著一頂白髮 還是要染 對 那怎麼辦呢 我跟你講我今年40了 我都試了20年 我要保護才能給大家 真的有簡單的方法 真的嗎 我跟你講 因為我跟你講 只有我的經驗最老到 你懶 護洗一次到位 一次到位 對 不挑人 不挑頭髮 然後不挑你今天是 小花貓 固定頭 還是說你是什麼壓力白 一定可以過得了 對 然後15分鐘的時間 而且你可以看我 我真的就是 不是漂白的嗎 現在很流行耶 真的沒有 真的是白髮 我跟你講真的 而且你看我都是頭頂 可是我跟你講 頭頂白真的就是讓我們 最尷尬的地方 對 我跟你講其實今天啊 為什麼我想說 我找到了一個最好的 撇步就在這裡 不會傷我的肝 不會傷我的肾 也不會傷我的心 而且你不用再花大錢了 而且輕輕鬆鬆 每天都有好的頭髮 烏黑亮麗的 亮亮的走出去邊都說 你的頭髮好年輕 好健康 我們就很期待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 先進廣告休息回來 再告訴大家 因為你頭髮只要白的那一根 但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很快就要掉了 它沒有養分 它不會吸收的 同時情況之下 它就是很容易脫落 被咪完了 浩膜就是亮 就是散了 營養成分裡面包含的有什麼 其實它裡面有 在頭髮 對 染髮劑 太生命了 為什麼 頭髮會長肌 衝衝衝 對 你剛剛說15分鐘要搞定 對 很輕鬆 那今天要好好的考你一下 我們現場 有白頭髮困擾的人都到了 沒問題 直接挑戰嗎 今天真的有很好的佩服 要介紹給大家 我跟你講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髮型 你是什麼樣的髮量 是什麼樣的髮質 是 我跟你說15分鐘 真的嗎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場的這位大哥 雖然是西裝頭有沒有 他的髮量其實不算多 但是他的頭髮很重 因為你的這種髮質 其實如果你不去髮廊的話 一般來說這款白頭髮 而且你看它有黃有白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白的地方 看起來髮量更少 所以你確定只要15分鐘 我跟你講今天你只要15分鐘 而且以他的髮量 他跟他的那個長度 一包就夠了 你只要給他一包 你回去就是很簡單的 輕鬆洗 然後你就在洗的過程當中 讓泡泡能夠覆蓋到 他所有的頭髮 那就可以了 而且這15分鐘裡面 他是洗頭 對 染髮 護髮一併完成 我懂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只要會洗頭的人 就利用洗頭 每天都會洗頭嘛 你如果要洗頭髮就要拎了 沒有技術 真的 對 你就回去 就是跟你照你平常洗頭的方式 就好了 那就請大哥 15分鐘保證過射 好 現在開始洗 是 好 就自己洗嗎 對 當然你幫他 不用幫他 OK 好 然後包括像我們有些女生 會說 可是我的頭髮很軟 而且有的人會怎麼樣 你知道嗎 我白的地方就沒皺紋 對 所以有時候是邊皺白 有 有時候我的白頭髮是藏在裡面 裡面有 對 這樣我有時候以前你拎的時候 我就是那個爐子這樣合一個 所以才開始膩 擔心你沒皺紋 對 可是我跟你講 今天你也不用擔心 15分鐘一樣輕鬆過射 枕頭都過射 對 包括我跟你講 很多這裡 枕頭 對 這邊很難膩 對 你如果說今天要去膩頭髮 你只要補染這些 我告訴你 沒有人要幫你膩 因為他不知道要怎麼收錢 對 可是你這樣放著不管它 看起來人家就說你很老的 對 我當時有說在那邊可以混 這樣搭一下搭一下 有的人會用眉粉 對 我跟你說 那如果漏後你就慘了 我也偶爾也是這樣 是 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女生會拿那個眉粉 起來這樣弄 弄這樣 那你就要保證每天都是太陽天 萬一下雨天 這下就好笑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15分鐘 懶 護 洗 一次到位 頭髮好樓順 好亮 好有光澤 20年的老經驗 我可以說 我已經是專家 有的人說 我的頭髮 長髮 可是我跟你講 我最討厭就是 白髮都長哪裡 長頭頂 我跟你講這種頭頂 最麻煩 為什麼一目瞭然 因為別人一看到說 你有白頭髮的時候 就好像說 你好像最近很操煩 感覺上你最近好像 不是很幸福 過得不是很好 這樣 可是我跟你講 像這種的長髮 我把這麼長 一樣15分鐘 輕輕鬆鬆的 就讓你有一個 烏黑亮麗的秀髮 它會有任何的技術性 真的講得很簡單 像我平常 我是都沒有自己染 我一定去髮廊懶頭髮 我要預約時間 然後要花錢 對 然後我還得坐在那邊 坐很久 手機滑到昏倒為止 對 我跟你講 你有時候要懶不懶 有時候我跟你講 就是那個長度很尷尬 就是你剛長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我為了這一公分去染 花錢了 對 又浪費時間 你不染 又再撐10天15天 又讓姐姐說 你怎麼最近這麼老 還有有的就會跟你講說 我膩到這樣 整個臉 這臉是一大 這裡也是一大 有人說 怡婷姐 你這不是故婚嗎 不是 我跟妳講 整個染在皮膚了 我的天啊 對 我跟你講 今天很方便 我用這包裡面 它的營養成分很多 我已經研究過了 它就是台灣製造的 台灣其實真的很有品質 而且我覺得它最輕鬆的原因 是因為 像有時候我剛好講 如果你常染頭髮的人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你頭髮變得很乾燥 對 然後或者就是你染完之後 你會變得很粗糙 很毛躁 所以我跟你講 今天它這裡面的營養成分 非常的多 其實它的營養成分裡面 包含的有什麼 其實它裡面有燕窩 燕窩 要想想看 燕窩 在頭髮 染頭髮 是用的太刺 太刺痍了 為什麼我真的20年的 白髮的經驗 我跟大家講 其實燕窩 它真的很好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燕窩酸的部分 對 它其實可以補充我們的胺基酸 那其實胺基酸對我們的頭髮 它第一個 它有一個強韌度的存在 對 同時它能夠幹嘛 讓我們有營養素 讓你頭髮不容易斷 然後有彈性 有光澤 還有另外一個 先幫你養髮的意思是嗎 對 先幫你養髮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蘆蕙的部分 蘆蕙蕙就保濕 我們女生也好 男生也好 常常催嵐整趟 你會不會覺得你的頭髮都失去彈性 沒有保濕度 沒有保濕度的時候 你會怎樣 綠綠 毛毛的 你要噴膠 對 噴膠又再一次傷害 可是我想這黏完了 頭髮整個的保濕度 就是亮 就是散 我覺得它除了保濕度 還有蘆蕙蕙我知道 因為我們媽媽常常 就是叫做種蘆蕙 對 蘆蕙好像可以保護頭皮 對 它也可以有鎮定的功能 所以你在洗頭髮 就在染髮的時候 它就幫你保護頭皮 就是邊染邊附髮 對 然後包括你的頭皮 都幫你養護到 但是我告訴你 今天很重要 咖啡因的成分在裡頭 七八百塊的洗髮精 裡面就主要含這個成分 我也買過 咖啡因 對 它就是強健髮髮 頭髮會從這樣子到這樣子 長出 衝衝衝 對 因為我跟妳講 這名字就重要 為什麼 年紀一段 我告訴你頭髮開始斷 然後開始落髮 然後我先可以跟大家講 如果你跟我一樣 白髮也很有經驗的人 你一定知道我在講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頭髮只要白的那一根 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很快就要掉了 因為你知道頭髮沒有養分 對 等一下 它就跟人的身體機質是一樣的 如果今天它沒有養分 它不會吸收的同時 情況之下 它就是很容易脫落 很容易掉 是 對 所以你意思是說這個從燕窩到滷味 對 加上咖啡因的部分 對 都是植物的 植物的 我從頭髮先幫你護髮 把你頭皮顧好 先養好 先養好 然後再幫你做到保濕 護髮的功能 然後再幫你就是頭髮要撐出來 對 以前長不出來 對 為什麼 現在看得到了 對 所以你就不用花大錢了 你如果要洗頭 你就要兩頭髮 等一下… 你都一直說這句 要洗頭就要兩頭髮 我想說今天你今天應該會開最忙 妹 結果你怎麼都不可以幫你倒三個 我跟妳說 這就是貴婦的方法 回去妳才會… 我們現在看看 來 來 大哥跟大姐自己搞定了 我跟妳說 這不用計數吧 對不對 不用計數了 你看 大哥已經洗好了 我們黏著就讓我們看了 15分鐘後我們來看它的成果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它的髮色其實顏色好亂 有黃的 有白的 就是中間也白 屁腳也白 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在15分鐘後會發生 是 你等一下可以搭眼鏡 會冰爆看 它是不是看起來髮量變多 因為我跟妳講 顏色飽和 妳都不會覺得稀疏 茂密的感覺對不對 對 然後包括冰角 妳有時候妳會覺得說 我這個冰角在這樣繞繞繞繞繞繞繞 不知道要怎麼辦 我跟妳說 妳今天也是一樣 妳就整頭髮把它洗 洗完之後妳就把它沖掉 垂渦 我跟妳說 15分鐘 輕鬆的泡泡懶 它會給妳的結果就是什麼 烏黑亮麗的秀髮 是 然後也會讓妳的髮質看起來更柔更順 不會讓毛毛躁躁的 很長髮的 我跟你講 要攬完第一個白髮絕對過 這是基本盤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 讓妳頭髮這麼長的情況之下 妳去梳 它絕對不會卡梳子 梳子是很滑順的能夠滑下去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 攬護洗 三笑合一 輕輕鬆鬆 所以你看我今天是不是很簡單 其實今天在家裡 就是自己很輕鬆 洗 打開 妳只要會洗頭 妳不會攬頭髮 撕開 擠過去 對 沒錯 頭髮要先用洗髮筋洗過嗎 沒關係 不需要 妳就只要打濕就好了 先把它打濕 對 然後濕開 妳就直接把它濕開 其實很簡單 因為它這個劑型不用再調了 像逸玲姐這樣短髮 是不是一包就夠了 其實中長髮以上這樣子 那種幾包就夠了 我先跟大家講 其實妳拿到妳就怎樣 對 這個一定要聞的 我先聞 過草 妳沒有ammonia味 對耶 因為很多時候 植物的味道 很明顯 清香 對 然後我跟妳講 妳倒出來的時候 我跟妳講 妳就是手套戴著 然後妳就在頭髮上面 這樣子就擠出來就好了 也不用自己像以前一樣 不用 不用一包 把它這樣擠出來 然後妳就開始 就在手上搓樓 起泡 洗頭髮 對 洗頭髮 就是在染頭髮 對 然後妳說 停留個幾分鐘以後 15分鐘 再把它洗掉 對 然後把它吹乾 對 就等於是從髮廊 走出來的效果嗎 我告訴妳就像妳去髮廊 三四千塊 整個的做完那個感覺 冷就年輕了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大哥自己搞定 一般男生要自己染髮 好像比較難 好蓬鬆 我覺得髮斷變得比較多 有 看起來就像企業家 全部都是黑髮 不用看他的臉 我大概知道 大概是 所以我們今天通通過關了嗎 還沒 白髮剋心泡泡染 也能搶救脆弱髮質嗎 待會兒告訴你 哇 嘉莉真的是白髮的剋心 對喔 那剛剛才告訴我們 輕鬆洗泡泡染 對 很輕鬆啊 其實今天輕輕鬆鬆 你也不用打電話 預約什麼都不需要 對 反正你怕想要拎就拎 你怕如果有重要的預約 會不會出去了 對 那就拎一下出去了 對 所以我們要把事情簡單 對 就很快速的可以出門 沒錯 可是市面上染髮劑很多 來 比比看 來 我跟你講 輕鬆洗泡泡很簡單 為什麼它的便利性 你想染就染嘛 我隨時發現我白髮跑出來了 對 而且它價格又很便宜 我跟你講 銅板價格 是 簡簡單單 你想要拎就拎 然後重點是什麼 15分鐘的時間而已 你如果要洗頭 你就要拎摸 是 這應該沒有什麼技術 對 你要找對方法 用對植物的東西 對 因為你如果說 你今天說 有的外面說 我跟他說可以膩 越膩 頭髮越久 你也不好 對不對 所以養護染 這個東西就很重要 還傷害保護 你知道那個廁所 你頭髮洗完了 你就快去錄 什麼錄那個浴缸 有的沒有 染色 拜託 他把我那個水槽 都給你染上 越搞越忙 我跟你講 其實安全的東西 還是很重要 便利器的東西 還是很重要 省錢更重要 尤其在這個時代裡面對不對 是 我們上游老 下游戲 這邊要會金打計算 對 可是葉玲姐在黑色 如果說我今天想染紅色 或是皮咖啡色 也可以嗎 對 黑色 棕色 然後紅色都可以 有三種顏色 都可以自由選擇 而且他帶出國也很方便 對 沒有錯 有時候像什麼暑假 寒假我們要出國玩 或是說到南部過年什麼的 對 就戴著 就戴著他 反正你本來就要洗頭髮嗎 對 你只利用洗頭髮的時間 再染頭髮而已嘛 我先跟你講 他就是不挑人 不挑頭髮 然後不挑 你今天是小花帽 布丁頭 還是說你是什麼壓力白 什麼都OK 反正我就跟你講 他的白髮是絕對 能夠 一定是過得了 一定可以 你會洗頭 你就會染頭髮 而且我發現 你看 尤其是這中間一去擺 會顯得髮量變少 真的 少就老 好像凸了感覺 然後又很光 可是你看他染完之後 是不是覺得髮量增加 對 因為顏色飽和就茂密 連男生都可以 我跟你講 男生都很清楚 我告訴你 你有時候 要叫男人去上一趟美容院 我告訴你 對 可是我跟你講他在家裡 可以自己膩 自己洗的時候 他就會很喜歡 可是男生今天的面子 也是在幫幫我們 愛抖 愛抖 對 都是我們女人的責任 所以藍髮劑的成分 燕窩 不會咖啡豆 都是天然的 都是天然的 都是植物的 最重要的這一點 我跟你講這好重要 一定要學起來 我跟你說 人家外面不見得給你檢驗 有的也沒有告訴你植物的 也沒有告訴你有什麼功能 對 檢查 這也當膩啦 他也沒有保證過色 今天是完完全全S級GS的檢驗 然後歐盟的許可 然後裡面也沒有任何的重金屬 身 隔 鞭 鞏 都沒有檢查出來 所以頭皮你也不用擔心 所以他才叫做真正的輕鬆來 就是安全的 對 沒錯 非常安全的輕鬆來 就很簡單 你就還是在家裡當貴婦 然後每天 對 你會洗頭你就會染頭髮 然後烏黑亮麗的頭髮 你們女兒回去就說 越來越年輕 我這個阿嬤的 對愛年輕個十歲 不可以老十歲 所以說剛才那個大哥大姐有沒有 現場已經染了 我們不能光說不厭 你一定要請齊飛去見證一下 我嗎 來 你也是知道我是出了名的 嚴格的喔 你是老師就對了 我是老師 那請仔細檢查 來 先看一下這一位 我記得這個是 西裝頭的大哥 對 剛剛從他的正面 我們先看一下側面 來 併腳 併腳的地方 對 還有往下看一下 他的頭頂我記得都是 都是白髮的 對不對 他是不是看起來髮量變多 對 好像十五分鐘左右 真的像這樣 對 全部都過色了耶 因為我跟他顏色飽和 你就不會覺得稀奇 茂密的感覺 對 而且剛才是大哥自己搞定 一般男生要自己染髮 好像比較難對不對 你看他真的全部都變黑髮 對 我覺得人真的從白髮變黑髮 看起來就像企業家 對 但是運勢就很好 而且剛才 對 大哥我剛剛是不好意思講 你這個地中海這一撮白的時候 要看一下嗎 真的感覺有一點 凸掉的感覺 我硬姐比我還嚴格 不是 我沒辦法 我覺得男生這樣 真的會老掉很多歲 我就摸他 完全沒有白頭髮 而且我發現 像佳麗說的 洗護染都有 因為大哥頭髮摸起來 好蓬鬆喔 他覺得髮量變得比較多 對 我覺得這個我自己覺得100分 100分 佳麗這個有 過關 過關 好 再來大姐 這就是姐姐 姐姐我們剛剛是說 他的病腳 病腳 來檢查 對 來 撥一下 看看他病腳 沒有白頭髮 我來看這邊 因為你知道 我們有時候去給人家染頭髮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說 一邊有染好 一邊沒染好 對 有時候自己用梳的 會覺得說也是沒有染痕透色 看一下 全部都是 他病腳全過了 真的耶 連後腦勺這邊 全部都是黑髮 輕鬆的泡泡染 他會給你的結果就是什麼 烏黑亮麗的秀髮 然後也會讓你的髮質看起來 更柔更順 不會讓毛毛皂皂的 對 好厲害喔 而且他染過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他整個頭髮比較蓬鬆 有 而且我覺得他把髮質摸起來 這樣 我這樣不用看他的臉 我大概知道 大概是八歲的髮質 大姐這樣就開心了對不對 差很多耶 年輕了十歲 來囉 看最難的 仔細檢查一下 他剛才好像都是腦門這一片 白髮都長哪裡 長頭 頭頂 我跟你講這種頭頂 最麻煩為什麼一目瞭然 他要透過鏡頭 完全沒有白髮 全染過去了 全染過去了耶 來看這邊 看一下喔 外邊 來檢查一下喔 真的耶 完全沒有白頭髮耶 跟白頭髮都沒有耶 你真的是嚴格的老師 所以我們今天通通過關了嗎 還沒 完全沒有白頭髮 我看到髮質怎麼樣 沒有縫摸 對 長頭髮喔 會不會後面都打結了 對啊 最用最細的梳子 檢查一下 看會可以 就是一鏡到底 從頭到尾都出到尾 你看喔 沒有糾結 是 沒有卡住 你再看一次 沒有糾結 因為我剛才已經講了 染護洗三笑合一 輕輕鬆鬆 所以你看五金天是不是很簡單 耶 這個頭髮根本就可以去拍 洗把筋的光 所以這個輕鬆洗泡泡來 挑戰成功耶 厲害 有西裝頭的白髮也過了 地中海 阿姨型的那種捲髮 對 那種角白的也過了 長髮 長髮也完全過色 有厲害嗎 我跟妳說 我介紹的東西絕對沒有錯 為什麼 二十年耶 二十年面我染護的東西 有多少我接觸過 我有失敗過的纏痛經驗 當然 所以我都幫妳嘗試過了 只要妳今天要輕鬆洗 然後又能夠護髮又能夠染髮的 我跟妳說 就是台灣製造的東西 純天藍的 還有一個就是有所有的對認證的 我跟妳說這種安全的東西 我們可以跟大家介紹 妳有空 妳這個白髮刻心要在幫我擦 對不對 拯救我們的額包 對 我們 拯救我們的面子 是 拯救我們的時間 對 而且我們女生頭髮真的很重要 然後男生也是 真的不要白啊 能看嗎 真的 是不是老了十歲 所以岐沛 我們趕快收工 然後我們要回去 所以我們從裡面的趕快 趕快把它攔起來 那我們下次見囉 趕快年輕 要 我覺得髮射真的在泡弄妳 真的 而且我每次都從這邊 這樣冰冰角角這樣 那又什麼 擺一擺最容易藏出來 而且不能拔 我跟你講拔了之後更多 這是真的 媽媽說的是老爺人 一定要選正確 對 選成分安全 染髮的時候需要注意什麼呢 如果妳的頭皮有傷口 千萬不要染髮 而且千萬要提醒妳 一定要使用有政府衛生署的 一個公告的許可核准 還有SGS的檢驗標準 才是安全配方 選擇成分安全 無毒 無重金屬 不嗆鼻的染髮品 最重要還要跟大家講說 如果妳是敏感性肌膚的話 要使用以前 可以先試在妳的手腕上面 如果你用的時候 有不舒服的感覺 要馬上停止 如果不小心 染髮的時候沾染到皮膚 用凡思林卸妝乳擦拭就可以了 逸玲 起飛 關心您